我刚让你下去干啥了这 买麻婆豆腐 豆腐呢 没买着 龙虾饭店没开门 不是 饭店厨师不听话 啥 饭店里那个破厨师不听话 我提的做菜建议他都不听 你是不是有病 我让你下去买豆腐 不是让你去教厨师做豆腐 我没教 我只是给厨师一点小建议 闭上你的嘴 下去给我买豆腐 去不了了 我是让人给打出来的 店里的人说以后见我一次打我一次 所以你到底干了什么 给厨师提了一点小建议 到底是什么建议 建议厨师在麻婆豆腐里面加草莓 然后你就让人给打出来了 没 他们想跟我理论来着 然后呢 然后我跟他们说 顾客是上帝 听我的准没错 然后你就让人打了 没 他们屈服了 同意在麻婆豆腐里面加草莓 你真该死 之后我又建议麻婆豆腐里面不应该加麻 应该加生姜 他们又屈服了 对 这次他们很听话 没跟我理论 他们是懒得理你了 然后我又建议麻婆豆腐里面不该加豆腐 应该加甘蔗 他们怎么说 没说 他们给我打出来了 见我一次打我一次 你活该 他们很过分你知道吧 我是顾客 我出钱我是上帝 你是个狗屁 你连饭都不会做 还去指导人家厨师做菜 虽然饭我不会做 但是我吃的多 理论知识丰富 猪吃的更多 你见过猪去指导厨师怎么做红烧肉吗 猪他也不吃红烧肉啊 我可是真吃麻婆豆腐 所以说你还不如猪 我就想不明白了 你要是觉得自己行就自己做 都拿到钱去饭店买了 你还跟厨师装什么 我出钱吃饭 我总得发表点意见吧 要不岂不是让人家厨师看不起我 那也得吃完了再发表意见啊 都还没做就要求把麻婆豆腐里的豆腐换成甘蔗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反正吧 麻婆豆腐是没了 没买着 要不咱弄点泡面凑合吃了得了 遇到你真是造孽